人生的第一棟房子 滿輔不得多數人在挑的時候 應該都會非常的省慎 今天我們的品真 他要挑的兩套房子 我們趕快來幫他彙整一下資料 第一棟房子是在這個四十多年的老房子 但是他有都更題材 然後他的開價是一千四百五十萬 另外一棟房子物件二 就剛剛被大家閃到一棟好的 這個房子他是有一千兩百八十八萬 但是這個房子相對比較新 而且離捷運站很近 我們要先讓中義來平反一下 在品真要做決定之前 你先平反一下這物件二吧 他要能夠住得舒適 就是機能要能夠好 然後再來就是要那個價格能夠負擔 然後未來性有 所以根據這個部分來講 然後他離捷運站真的不遠 然後城鎮國中是世貿山館的預定地 所以這個部分離到城鎮國中那個 以後世貿山館的話 這個直線距離真的不到兩百公尺 人氣會很旺 這個部分絕對絕對有一個很好的未來性 你還是比較偏向要第一個 所以你選的物件是一嘛對不對 對 一直好像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關鍵的議價時刻到了 一千四百五十萬 我個人抓可能大概一瓶四十五萬 四十五萬 一瓶四十五萬大概買不到 我覺得說以這樣的一個物件 因為他周邊的這些這個機能 還有就是說 屋主的他的期望價值 所以我認為說比較可能買到的話 是一瓶五十萬 大概是一千兩百萬 剛好符合他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預算 參考值出來了 那個給兩位二十秒的時間 我補充一句話好不好 請說 不好意思 這個提供給製作單位這個價錢 其實是底價嗎 其實是不小心露出來的底價 那當然 品真出價 我們房仲是一定會去協助溢價的 這部分是我們的責任 不過你要我寫數字 我還真的 我只能寫一千四百五 我還是只能寫一千四百五十萬 品真你覺得要多少錢 你才 因為他剛剛已經說這是底價了 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真的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一千四百五十萬的話 一千四百五十萬 我們一定有服務費嘛 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我寫一點意思意思 讓一下服務費 讓服務費嘛 總是可以吧 你們都好好奇他要寫多少錢 其實已經看到了 好啦我們先看品真的好了 先看品真來 品真你開的價格是多少錢 一千三以下 一千三 假設最上限 我是有想過 一千三以下 好來 那個 需要线板子嗎 當然要給大家看一下 還要面對現實 一二三 好一千四百三十萬 這中間的價差好高喔 對啊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那基本上如果說以他的屋況 跟他的屋齡來講的話 一坪賣到四十五萬 已經算是當地的算是 行情價了 對行情價 那如果要賣到五十萬的話 已經有一點緊繃了 對 那他這個事實上 一千四百多萬 已經超過五十萬了 所以您還是覺得這個價格不合理 陳老師 所以其實上 如果以我個人對房地產的觀點 敏感度來看的時候 這個價錢是高的 如果我在評估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賣你 一千三百二他就會賣給你 一千三百二就會賣 他會賣給你 這是老師有感應嗎 所以這個 因為這個案子當中 你就會看就知道 所以他一千三百二 等一下我算一下 我以為你要打電話給屋主 一千三百二十萬 然後他的那個評數是 二十四點一三六評 四五萬一千三百二 這樣算起來一評 三評多少錢 五十四萬五 也五十 差不多五十四萬五 所以你已經這是最高點了 所以他你現在 因為你現在預計一千三 因為這個地方 如果照我的評估來看的時候 他已經最高點五十三萬 五十三萬是一評 是高到已經當地的行情 當地的最高 是一定最高點 所以你現在買的時候 你是買到當地最高點 但是不用怕 當你要自己自住的時候 我們買房子是這樣 當我要自住 不要擔心我是買高點 因為永遠是高點 每一天都在高點 過了兩年後 三年後的時候 他還是在漲 所以當自住 就可以去做投資 但是你也不能行情 差太遠 如果譬如說這個 你如果買到六十萬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 在我個人觀點 我就會建議說 為什麼我不欠 買新一點的房子 我要買舊的房子 我五年的也是六十萬 一千三百二十萬 對 會成交 你願意加二十萬 那個二十要跟爸爸討論 對對對 爸爸幫你出三百萬 我都忘了 三百萬都出了 不差這二十萬 只是鍾意兄 有可能去談成一千三百二 這樣的價格 你願意去嘗試嗎 這部分來講是無庸置疑 就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接受委託的一方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價格 沒有什麼堅持 品真是蠻喜歡這個房子 唯獨就是價錢上面 需要忠義再幫忙去努力努力 看有沒有辦法朝 剛剛兩位老師提的 所謂的合理價一千三百二十萬的 目標去邁進 我還是講一句我們的韓話 你嚇我選我一定談 你放心 這問題沒有問題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請忠義兄 要以使命必達的精神 去幫我們的品真 看能不能夠談成這一筆交易 如果不行的話 還要再繼續待看其他的房子 有好消息通知大家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老師 一起到現場幫忙鑑定 也謝謝品真 還有忠義到現場 謝謝 謝謝 大家不要忘了 買對房子是可以富貴一輩子的 您再找房子嗎 我們有全台達人 幫您找好房 下個星期 同一時間我們一起進行 公房大挑戰 拜拜 因為我本來就比較學換第一個 四四年那一個 那只是說都更這個狀況 就還要再查啦 因為我目前查到的情況是 那個地方好像目前還沒有被談 因為如果有談了之後 你有可能要等好幾年 這是我一個疑慮 那如果最後房仲可以談到 我剛剛說的那個價錢 一千三以內 不要差太多 我就會請我家人來看 跟老師學的蠻多 跟老師學的蠻多 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能夠讓自己的 公司的安心都補光 那雖然品真給的條件 理由我們的差距蠻大的 但是房仲 就是為買賣雙方去協調 產生一個共識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會加油 放心 我會成功力的 好 謝謝